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二元函数fx在P0这一点的领域内有n加一阶导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二元函数的泰勒公式怎么来得到 所谓泰勒公式 那就是这个函数本来在x0 y0 现在到x0加Δx y0加Δy 对吧 那么这个函数怎么样 函数就有一个增量了 这就是函数的增量 对吧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在一元维基峰里边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 给质变量以增量以后 这个增量呢 最后我们可以用多像式来进士它 对吧 多像式来进士它 这就是泰勒公式 当然有误差 对吧 我们那时候讲泰勒公式有两种形式 一种的余像是比亚诺余像高阶无穷小 一种是哪个狼余像 对吧 两种 好 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讨论起来请注意 因为这是两元函数的 那么要讨论这个形式呢 这样一个也就是它与它的这个一个增量 这样一个增量到底等于多少呢 我们想利用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来推导 来得出相关的结论 怎么做呢 这样 你看引进一个大F 引进一个大F 这个大F呢 是X0加T点的X Y0加T点的Y 那么好 请注意了 也就是现在如果T等于1 T等于 也就是这一项 其实就是F1 也就是如果ΔXΔY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元函数 一元函数咱们有泰勒公式 对吧 就可以用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大家还记得吧 大F 对吧 这是一元函数的泰勒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出来 对吧 展开出来 关于T 请注意 关于T来展开 那么好 对吧 F 比如说 F0 对吧 加F1 再0G点乘上T 记得吧 加F2 再0G点T平方 除以2的阶层 再往下 记得吧 这么一个式子 太老公式 那么请注意 F0现在是什么 F0就是 当然F 如果T等于0的话 这就是F X0 Y0 对吧 如果我们这个式子写出来了 如果T等于1 Ft等于1 刚才我已经说 Ft F T等于1的时候 就是这一项 如果F1 F1 它就是谁呢 它就是 大F5 X0 加ΔX Y0 加ΔY 对吧 这个就是F1 这个呢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F5 X0 Y0 那好 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写出相应的向来 那么最后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公式最后怎么样呢 你看 这个如果T等于1 也就是 这一项 将等于F0 就是这一项 后边什么呢 后边是这些 这些当然看起来应该说相当复杂 对吧 这个符号可能对大家说起来也有点 也会感到很困难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并不是 这个符号只是一个运算符号 运算符号 请注意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呢 这个符号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符号 前面那个K阶层分之一 我想大家不会有问题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公式里边本来就有 你看风口上就有K阶层分之一 对吧 这是二的阶层分之一 下面是三的阶层分之一 就本来就有这么一项 关键是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Delta x 加上Delta y K 后面是F 对吧 在哪呢 在X0Y0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这个符号如果清楚了就很好办 对吧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运算符 运算符号 运算符号 对谁运算呢 对谁运算 对F 或者说对F作用 比如说K等于1 咱们来简单的看一两项吧 比如说K等于1 K等于1是谁呢 那就一次方了 那就好 那就是只有这个阔符 作用在F上 那什么东西呢 就是Delta x 这个符号 这个当然是Delta x就是一个增量了 这个是个运算符 这个独立的符号 光这么一个符号 应该说不是一个结果 它还没算出 还没运算的 用来对谁运算 对他运算 好 对他运算 运算好了在哪儿 在X0 Y0 第二项呢 当然同样的意思 Delta y 这个符号 对谁运算 对他运算 那就是 好 那第一个当然很简单了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 好 咱们看看K等于2 什么意思 好 那就是2 2 那么这个是2 就是平方了 平方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个运算符 要按照 这个 这样一个表达式的平方来进行运算 好 那么就是这一项的平方 那是谁呢 Delta x的阔弧平方 好 这个运算符也要平方了 好 加上 2倍的 Delta x乘Delta y Delta x乘Delta y 然后这两个运算符也要乘了 乘起来就上面 平方 下面 最后这一项的平方 这个东西作用在哪儿 作用在F上 好 第二项 两倍的这两相乘 这个东西作用在F上 又是二阶导数 但是是个混合片导数 第三项 这我想大家当然就明白了 在哪儿 在什么地方 在 x0 y0 先把这个符号搞清楚 对吧 那当然三次方四次方都没问题了 就当然 这次方越多 运算越复杂一点 对吧 好 那么余像呢 这个符号我也就不解释了 你看和那个一元的Lagang定理 是几乎一样的 对吧 不过呢 这个地方是N加一次 这个东西 请注意运算符 是个九导数的运算符 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在x0 y0 也不是在x0加达x y0加达y 在哪儿 在中间 这两点的中间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首先解释一下 就是泰勒公式 二元泰勒公式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 我们由于用了这个联合号来写 而且引进了这样一个运算符 所以看起来表达式上不是特别 特别长 不是特别长 但这个式子呢 它的含义要清楚 下面 请看 我们就N等于1 N等于1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式子里边 咱们也就只展开一项了 到这一项就完了 好 咱们看一看 N等于1的时候 这泰勒公式是什么样 N等于1 就是一阶泰勒公式 N等于1 好 一些泰勒公式 刚才我其实已经说过了 这一项就是 刚才我 这一项就是大F1 就是Fx0加Δx Y0加Δy 对吧 这个右边的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就是大F0其实就是 这个符号我解释过了 记得吧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就是加上Δx 后边那个运算符 就是对F运算 就是F对x做偏导数 在哪 在x0 y0 如果我们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Δx 写到后边去 Δx 没错吧 第二项呢 这个运算符是对y 求偏导数 F对y求偏导数 在哪 在x0 y0 Δy 这就是一些泰洛公司 就是三项 但是还有什么 还有余项 余项 余项 余项在哪 余项在 这是二阶层分之一 这是二分之一 对吧 这其实三项 因为这是平方 这个运算符平方 出来三项 第一项是谁 F的二阶导数 在哪 在哪 我这个写在后边的 因为这个 有三项 x0 y0 我就写在后边了 这是第一项 对不对 第二项 第一项乘上Δx的平方 看到没有 第二项交叉相乘 加上两倍的 两倍的 F混合导数 对吧 这刚才我也解释过了 混合导数 成谁呢 ΔxΔy 再加上第三项 对y的二阶导数 Δy的平方 好 在哪 在 x0加 θΔx y0加 θΔy 咱们这个一接的泰勒公式 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就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其实只要知道这个公式就行了 怎么来的 刚才也介绍了 引进一个T 最后变成一个大FT 来解释到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二元函数的极值了 我们重点是讲二元 但是多元函数极值的思想是差不多的 在一个点P0 坐标是x0 y0 在它的某个领域里边 你看 这么一个不等式 什么意思 在这个小领域里边 这个x0 y0 它的函数值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和一元函数里边又一样了 其值实际上就是相对最值 小范围里边它最大 小范围 多小可能很小 可能非常非常小 不管多小 只要在很小的领域范围内 它是一个最大值 它就是极大 最小值就是极小 所以极值是相对最值 那么这个点呢 就称为极值点了 极大之点或者极小之点 第二个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极值的必要条件 也是非常容易的 刚才我们说了 极值什么东西呢 这个小范围里边的一个小领域里边的最值 比如说 这是x0 y0 它是极值 也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它是最大值 好了 我现在我说下面 我们来推一个必要条件 大家还记得一元函数极值的必要条件什么吧 这个点如果有导数一定什么样 一定这个点是个注点 导数等于0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点是函数在这个小范围里边的最大值 也就是极值 极大值 那么好 如果y不动 如果y不动 那在这条线段上 也就是x变化 y0不动 在这条线上 这个点当然还是极值了 因为它在这个大 这个圆域内它是最值 当然在这条线段上它也是最值了 好 马上解决了 这个函数现在y0不动的 那么好 这是x的函数了 x的函数在这一点取得极值 它的导数应该等于0 现在这个导数什么 偏导数 所以马上推得 对x的偏导数等于0 同理 对y的偏导数也是0 如果取得极值 这个函数如果是可为的 其实只要可偏导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一点的两个偏导数一定都是0 那么两个偏导数都等于0的点 我们把它叫做二元函数的注点 这一条虽然简单 但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去求极值点 你就不用满世界找了 对吧 在哪儿找 两个地方 当然这个函数如果可为的 那么这个极值点一定在哪儿 可能在注点里边 就在注点里边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也有可能是极值点 什么 偏导数不存在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偏导数 那当然 对吧 它不可能有这个必要条件 好 那么有一点要注意了 极值点如果可为是注点 反过来 注点是不是一定是极值点呢 未必 这个一元函数里也有的 记得吧 可导的这个点 如果导数等于0 它不一定是极值点 最简单 举个例子好了 y等于x三次方 没错吧 在0点导数是0吧 但是这个0点 它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大 不是极值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怎么样 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二元函数是xy 它怎么样 它你可以看 对x求偏导数 和对y求偏导数 在原点怎么样 都是0 但是你可以想象 这个函数 在原点 不是极值点 周围想一想就明白了 你在这个原点 做一个再小的圆 请注意在这个再小的圆里边 因为它是个圆点 所以它的周围 就有第一项线 第三项线 第二项线 第四项线都有的 第三项线的 这个函数怎么样 正的 二四项线的 这个函数负的 没错吧 所以在这个原点的 不管多小的范围内 它的领域里 既有正的 既有函数 又有正的值 又有负的值 所以这点不是极值点 那么像这样的 就是一个反例 有必要条件 当然很好了 我们就可以找出 这个函数可能是极值点 但是呢 你知道它是极大还是极小呢 对吧 可能是极值点 也可能还不是极值点 都有可能啊 好 那我们就需要 极值的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呢 其实刚才我们干嘛要说一说 泰勒公式 二元泰勒公式 挺烦的 对吧 咱们干嘛要说一说 就是因为要说明 二元函数极值的充分条件 假定函数在P0的领域内有二阶连续骗导数 而且呢 这一点的两个一阶骗导数都是0 请注意 那就它可能是极值点了 对吧 到底是不是呢 咱们引进个记号 把这个三个二阶骗导数啊 不有三个吗 一个是对X的两个连续求两次编导数 对Y求两次编导数 还有一个混合导数 这三个在X0Y0这一点的值 记住ABC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比如说呢 比方简AC大于0的时候 这个FX0Y这一点它不是极值点 不是这个函数 这个值不是极值 如果比方简AC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点是极值 那么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A如果大于0 这个值是极小值 A如果小于0 这一点是极大值 什么道理 为什么 看这儿 看这个字 刚才我说了 其实咱们刚才讲二元太老公式 就讲一个N等于1的 就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好了 你看 那么现在有什么呢 F 根据这个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这一项是0了 注点吧 所以这俩是0了 没错吧 这一项是0 这一项也是0 这两项没有了 那么在 请注意 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就是x增加一点 y增加一点 也就是在x0 y0的小旁边 对吧 x增加一点 y也增加一点 周围 周围这个函数值 到底比它大 还比它小呢 比它大 它就是极小值 比它大 比它大 对 它就极小值了 这些如果比它小 这就是极大值了 那么看什么呢 当然就看 它减塌了 它减塌 这是0了 那就是这个了 关键就看这一项了 这一项正还是负 对吧 如果正 极小 负极大 不就完了吗 那怎么来确定 这一项到底正还是负呢 这一项请注意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达式呢 平方 这个是个变量现在 Δx增变化的 这个ΔxnΔy呢 对吧 也是变化的 变化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看似是两个变量 这个是比如说叫做U U平方 这是U乘V 这个是V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二次三项式 你说对不对 二次三项式 这个二次三项式 咱们中学里其实对二次三项式 咱们很会研究的 很会讨论的 符号咱们是 讨论的 掌握得非常熟练的可以说 但是咱们那个中学的二次三项式呢 是一元的 二元的讲过没有 中学里面 研究吧 不研究对吧 不研究 那咱们怎么动呢 这不 没关系嘛 咱们就把它变一变 这个试试 请注意 我现在来看这个试试 咱们看这个试试 把这个Δx 因为Δx 请注意Δy 这俩不会都是0 都是0 不就是这个点了 那不用讨论了 对吧 就是Δx或者Δy 反正起码 周围的这些点 只要不是x0 y0 在它周围的点 Δx和Δy 起码有一个不是0 我们不妨假定Δx不等于0 好 那上面这个试试 请注意就这个试试 这个试试 二阶层分子一 咱们写的是二分之一 我把Δx 加Δy 不等于0 我把这个平方拿出来 理念谁了 没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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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两个还在这个点上 没错吧 好 那现在这个当然真的不用考虑了 那关键就是这个阔弧里是正还是负了 这阔弧里是正还是负了 没错吧 那阔弧里是正还是负呢 这就有必要 这又是这二次三项 这是好了 为什么 咱们把这个叫做U 这就是U平方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U了 这就是常数项了 这个二次三项式要确定符号 好确定吧 二次三项式确定符号 很好确定 就看B方-4ac 中学里边一元二次 对吧 二次三项式 一元二次函数 就看细数了 细数是谁呢 就是这个东西 那就是有个Delta 中学里有个Delta 判别4 有吧 它的平方 4 fxy的平方 减去4倍的插成大 减去4提出来 有吧 它的符号 它如果是 它如果是 比方减 就这玩意儿 如果小于0 这个二次三项是怎么样 不变号的 不变号的 没错吧 谁确定符号 首项 或者说这项 请注意这两项肯定是同号的 想一想 这东西如果小于0 这两项肯定是同号的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大于0 大于0 好 显然这个二次三项是什么 这个括弧力是要变号的 变号你肯定不是极致点了 一会儿称一会儿复 你肯定不是极致点了 好了 所以最后去看什么 实际上就是要看这个东西 那么但是有的科学也许会说 你这个地方可不是常数啊 这个 这个地方是这个 后边有变的θ.x θ.y 对吧 有的时候说 你这地方有点偷换概念 对吧 咱们中学的讲的 二次 因为二次 多相数 二次函数 那个系数都是常数啊 对吧 常数嘛 你好讨论这个 对吧 最后你这个地方不是常数 是变数 没关系 别忘了 我们这个函数是什么呀 连续的 二阶偏导数连续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连续的 你在一点 在这个 在x0 y0是大于0的 在它的旁边怎么样 也大于0 连续嘛 这点小于0的旁边怎么样 也小于0 所以这就解决这个 我们要确定这个符号的 根据了 我们最后就得到 刚才我们讲的了 这个如果小于0 那么这个符号 这个式子的符号就定了 这个式子什么样 符号和谁一样呢 和这两个符号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两个符号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这两个符号一样 那么我们就是a了 也就是a的符 如果是正的 如果正的 那么好 这个式子减下来呢 它减它这个东西将是正的 所以那它就是极小值了 如果a是负的 那么这个二次三项是负的 那么它减它是负的 所以它呢就是极大 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定号 变号的 对吧 二次三项是变号的 那说明它就不是极致的 极致的充分条件 这个思路呢 其实我已经这样讲了 这当然我们也 其实就是我刚才这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 关键一点呢 咱们是利用了二阶编导书的连续型 以及这个 中学里就学的 判别二次三项是的符号 如何判别 对吧 有个判别式来确定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举一些例子 举一些例子 例如求函数f c c是个三元 三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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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看这个函数的极致 三次函数 这是个初等函数 当然 而且是处处有 这个 我们很容易求出它的偏导数来 而且一看就知道 偏导数肯定是连续的 对吧 好 c c对x求偏导数 一求 求出来呢 是3倍的x平方 减去3倍的y 没错吧 zy 3倍的y平方 减去3倍的x 对吧 好 把这两个式子 连续起来 我们可以解除 解得 注点 那怎么解 它等于0 它也等于0 就解出数点来了 解出数点了 对吧 很好解了 其实你看这个式子一看就知道了 三约料化 y等于x平方 y等于x平方 带到这里边去就是 y等于x平方 就是x四次方 再减x等于0了 马上可以得出来什么呢 可以得出 对吧 清楚上面是 y等于x平方 好 从这个式子里马上做出来 x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x等于0 x等于0 还有x等于1 好 xy呢 一个是x等于0 那么y当然是0了 还有一个x等于1 对吧 虽然四次方程 请注意 这个x提出系 是x三方减1等于0 x三方减1等于0 这个方程 只有一个十根 x等于1 对吧 另外两个是负根 负根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好 还有一个就是x等于1 y也等于1了 好 注点有了 那么这两个注点 到底是其大还是其小呢 还不是其值呢 好 那就求怎么样 二阶导数了 非常简单 二阶导数 就是他再求一次导数了 6x 对吧 混合导数 对y也求导数 5-3 好 对y也求二阶导数 6y 好 现在考虑要判别了 判别了 对吧 判别呢 好 再两个点 再一个注点 再00点 00这个点 对吧 00这个点 好 好 那么请注意 这个ab 就是b放-ac 不是b放-4ac 有的东西说什么 4没有了 咱们刚才讨论的时候别忘了 这个地方有个2 对吧 我用一 而一谁呢 他的平方 9了 这俩都是0 大于0 这点怎么样 非极致点 对吧 另外一个点 好 那么这个点就是9了 减去 这俩是1 那么这个点显然是极致点 对吧 而且呢 请注意a怎么样 这点是1了 a大于0的 好 好 这点为 解 小词点